大家好我是大叔Pizza 今天要介紹阿卡菲爾 身為克洛斯首領十二神像之首的阿卡菲爾 是在遙遠的過去 由降臨者為了指揮和控制人類而創造出來的最高位調制體 亦是他們以往命為地球上的星球上所研究的成果之結晶 身為最初的他擁有凌駕超越其餘瘦神像的最強之力 阿卡菲爾的所屬陣營分別是傳說起端、超凡領域和時空樞紐 傳說陣營的超絕強法有我們公認最廢的超絕手西格馬 弱的不是說他本人 而是他的超絕特效真的不實用 又好像沒有一樣 蘭迪烏斯是一個軟戰減傷的突化型坦克 如果關卡有很多軟戰敵人的話 這個老英雄是絕對迎可一戰的 由於阿卡菲爾的天賦無視了兵種克制 在其情況下可以穩定發動到蘭迪烏斯超絕裏的增傷條件 如不發生克制關系的部隊交戰時傷害額外提升15% 超凡領域伊索爾德龍媽就一個人撐起整隊超凡陣營 伊索爾德強是超強這一點就不用懷疑了 不過他的超絕只在近戰才會有增傷 所以對阿卡菲爾這類軟戰法師是無效的 時空樞紐的聖國姐的超絕可以覺得上萬金油 很容易復用 無條件的8%增傷 和擁有咒薄的敵軍交戰時額外提升8% 另外聖國姐的超絕強化是不佔行動輪次 被動去出發 如果你暫時仍未入手這位超強力限定英雄的話 台版在4月中就會復刻 留下一點彈藥帶他回家 基本解鎖條件 聯動英雄最大的好處就是不需要任何英雄去幫他解基本鎖 你不需要煩惱擔心因為沒有了某一位英雄 而不可以完美地發揮阿卡菲爾的威力 深知基本Lv4 自身處於危險範圍內 遭受暴擊率過低10% 深知基本Lv7 部隊血量100%的時候 傷害提高10% 對應主動攻擊、反擊和範圍攻擊 阿卡菲爾只有一個高級職業 跟其他英雄有兩至三個高級職業不一樣 救世的代價天賦 無視兵更克制 令到魔物的阿卡菲爾也不會怕被針對打 無條件智力加20% 對應單點和範圍攻擊 但不對應小兵 因為小兵沒有智力 只要阿卡菲爾有能量 他的技能就不會進入冷卻 可以無間斷使用 但如果你沒有足夠對應的能量 阿卡菲爾就是使用不到任何技能 阿卡菲爾只有透過首回合和沉綿 這兩個方式獲取能量 沉綿之後的松治生命 是松治 不是一個回血 所以不受禁療或反療等弱化影響 職業 超王 是一個魔物職業 射程兩格 移動力四格 天賦無視職業克制 一般的魔物裝備 沒有能夠額外穿布衣以外的裝備 阿卡菲爾只有一個高級職業 跟其他英雄有兩至三個高級職業 這一點是不一樣的 三絲覺醒技空間壓榨 當擁有二十層或以上的能量時 可以提升到最高的四十%傷害 非常之多 按天賦的機制 使用本技能時會冷卻五個回合 等於用五層能量 這招射程三格範圍四格 零點四倍的傷害 可以隨機改變命中敵軍的位置 這個換位是一個傳送的效果 免疫位移不能生效 無法免疫傳送 目標中心一格會施放一個不穩定的空間 兩格內的敵軍會有三十%的機率 被傳送到該格上 一個PVP 向的技能 悶悶不穩定的元素 能夠有效打亂對方的部署 降臨 被動使用那裏 當你用天賦的層面時 就可以傳送在五格內的有軍旁邊 並且指導該有軍成為代行者 這個代行者會三格內護衛 並且無視職業克制 當你主動使用時 就可以傳送到目標旁邊 再動三格並攻擊 與你主動使用時 與目標相隔一格 會留意額外消耗多一層能量 但只要阿卡飛爾能量足夠 可以連續使用 多遠都可以一口氣突破到達 空間遮罩 當能量有五層或以上時 被致命一時 就會觸發這個層面 最多觸發一次 當主動使用時 指揮兩格內的有軍 令該有軍無法 被三格外的敵人 以技能損為目標 敵軍移至阿卡飛爾的指揮範圍內 就會額外消耗一格移動力 能量光速反射 消耗兩層能量 令本次戰鬥遭受傷害 降低20% 兼反彈受傷害30% 本被動技沒有觸發冷卻 只要阿卡飛爾有足夠能量 每次進入戰鬥都會觸發 念能爆破 這個技能會免疫近戰傷害減免 可以放心貼面一格打也沒問題 這招1.5倍傷害 對敵方士兵會增加20%傷害 兼且佔前降攻至20% 這招非常適合PVEBOSS戰用 你可以很連續穩定 將BOSS降低傷害 不過對士兵造成傷害 可能會浪費 阻得打BOSS 因為BOSS即使有兵 打了他的小兵之後就沒用了 暗黏1.3倍傷害 前後回血 無蝕對軍30%魔防 不能夠透過面的手段來防化 這一點也是這招舊時代的老技能 至今仍然壓押不到的主因 黑洞 一招老牌實用的大範圍高傷害的範圍技 戴上這招的機會就不小 群體強化 能夠令不同陣型的友軍 都可以吃到公子提升 這招比較適合在巔峰賽場上使用 冥想 PVE向的一招 可以自力加10%和魔防加10% 提高輸出用 裝備介紹首先講的武器 第一把奇蹟之象 範圍攻擊傷害提升15% 主彎範圍攻擊用 一塞拳杖 捨棄10%的智力 換來加一射程的靈活性 紅色之穴 提高5%生命 比較適合PVP環境 同時這個紅色之穴 就會對應單點技和範圍技 瓦斯塔陸 當對方有弱化時 進入戰鬥時智力會提升15% 防具 旋魂法袍PVP向 可以減輕對方的經激 或者龍界造成的反彈傷害 天女御醫 比靈打的時候 會有30%的機率 作出驅散 以及施加弱化效果 頭色 天女頭 可以為友軍施加隨機buff 升岩頭 條件式提升技能和普攻的傷害 冥虎道神PVE向的 附加遭受傷害提升15%給boss 術士炸武 都是PVE向 附加魔防降低30%給boss 色品 刺猿寶珠 不建議 因為亞卡菲爾天賦裡沒有技能冷卻 這回事 玫瑰 主玩範圍攻擊時用 作出群體驅散 星爾 PVP向 防刺客攻守 冥想指環 PVP向 免疫故傷 德羅普利爾 即龍界 PVP向 配合魔精迅士 或技能 能量光速反射 作反彈傷害用 精通石的建議 四個部位都會建議 付智力、生命和傷防 智力是亞卡菲爾絕對核心屬性 你怎樣付都好 一定要付智力 競技精通 除了剛剛提及的那些之外 可以付降低部傷 以及遭受暴擊率降低 苦魔種類的建議 第一個介紹是時鐘 是不建議的 因為亞卡菲爾 留意天賦並沒有技能冷卻 第二個是魔術 範圍攻擊傷害突化 輕風 加兩格移動力 有助可以更遠距離 用降臨突襲去敵軍旁邊 第四個介紹是滿元 配合三絲被動內的40%真傷 傷害非常可觀 額外的傷防 配這個技能的能量 光速反射都會很硬 最後是驚擊 PVP向 龍界加魔精術士 再加能量 光速反射 反彈流 兵種修正 生命30% 攻擊35 防禦25 魔防10% 攻擊雖然沒有頂級的40% 但35%已經非常不錯 剩下較質重 他有泛用的生命 這個分配都是很理想 但我一度都懷疑自己看錯 一個法師 竟然只有10%的魔防兵修 但物防有25% 獨福術師 四周年加入的 非常之強力的一個兵種 主動進攻時攻擊提升40% 輸出略低於魔女的45% 這兩者的攻擊基礎同數是40% 戰前弱化 可以觸發兵營科技的法力虛空 攻防提升20% 同樣都是戰前弱化 可以觸發這個武器 雅斯塔洛即雲將 15%的自力提升 魔女 單點攻擊為主的強力兵種 輸出力非常之高 同時擁有極高的魔防 不怕跟對方法師互軍 甲板射手 四周年加入 連同無視防禦部分 是全遊戲輸出最高的攻兵兵種 當敵人帶飛兵 或者擁有較多高魔防的敵人 可以帶上這個物理兵種 留意這個小兵 只有三格熱動力 而阿卡菲爾是四格 火焰骷髏攻守 面對無免疫故障 高血高防的敵人 非常之好用 留意這個小兵只有三格熱動力 阿卡菲爾是四格 精靈雜謀手 四周年追加的兵種 小兵可以無視距離作出反擊 生命45 防禦24 物理減傷20% 遠程時 硬度雖然不是頂級 但仍然相當不錯 有硬度的同時 他的攻擊都有43 兼且可以再攻擊提升30% 攻守一體 是一個非常之不錯的兵種 當阿卡菲爾主玩範圍攻擊時 或者用單點技 念人爆破 貼面去打時 都可以帶上近戰兵種 但留意這個小兵三格熱動力 阿卡菲爾是有四格的 魔青術士 PVP向 可以反彈敵方的物理傷害 這個兵種輸出很低 比較適合主玩範圍攻擊用 留意一下 小兵只有三格熱動力 阿卡菲爾有四格 好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頻道 請留言按讚訂閱 訂閱之後 記得打開旁邊有個小鈴鐺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同時的成邀 你加入大叔頻道的會員 訂閱旁邊有個加入鍵 獲取專用的icon 表情包 以及投票選出你想介紹的英雄 多謝大家收行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會 拜拜